孩子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的阅读更读的练习 昨天呢,我们讲到卡梅拉在数这些小宝宝的时候 插了一个,那一只的名字叫做什么啦? 嗯,卡梅利多,对的,卡梅利多就是我们现在图上的这只小粉鸡 我们要认真的看这张图画,认真的看这张图画 因为我们有一些词汇,我们要从这里边,从这张图画里边就可以找到它的意思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呢,都有这些闪亮的星星 看,这像一个狐狸的形状啊,狐狸的眼睛啊 这个非常闪光的,非常闪烁的,闪亮的样子啊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作者配的文字 我才不怕呢,卡梅利多仰望着闪烁的星空 他才不在乎妈妈的恐吓呢 孩子们,你们看一下,仰望是什么意思啊 仰望,看看我们这个小卡梅利多的动作 猜一猜,仰望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闪烁的星空,闪烁的星空 我们再来看一看,闪烁是什么意思 你们看一下,这个图片上这个星星是不是这种sparkling的感觉啊 你再猜一下,闪烁是什么意思 然后说,我才不在乎妈妈的恐吓呢 恐吓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边读,边要想啊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 我们看到了这有一颗什么下来了 流星,好的 那,哇,一颗流星,流星 现在你们知道流星是什么了吧 大家都边看图,然后呢,边看文字 就能猜出它的意思了 瞧,一颗美丽的小星星坠落在灌木丛中了 我来了宝贝儿 卡梅利多欢呼着奔向树丛 想凑近了瞧一瞧星星 自打它从蛋壳里钻出来 就梦想着这一天了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 看我们的卡梅利多是怎么样 欢呼着奔向这个灌木丛了 然后它看到了什么 然后我们吓到 啊,我的天 它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呢 卡梅利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轻轻地走过去 可怜的星星 看来这趟旅行把你累坏了 它轻轻地抚摸着星星 哦,原来星星这么软 还有股鱼腥味呢 孩子们,现在你们知道 我们卡梅利多认为的这个流星是什么东西了吧 嗯,好的 我们今天就读这些 啊,我们不多读 但是呢,老师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里面的词和字你要学会 哦,孩子们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个词和字 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就把这些词和字 把它给听写下来 哦,孩子们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仰望 仰望 闪烁 闪烁 星空 星空 恐吓 恐吓 流星 流星 啊,美丽 美丽 美丽 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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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 欢呼 梦想 梦想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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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 激动 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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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旅行 抚摸 抚摸 哦,孩子们 呃,现在呢 我们已经看了几遍这些词了 这些词 你是不是已经记住了呢 如果没记住 我们就把它多写几遍 猜一猜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你不明白的 记着在留言区给老师留言 好吗,孩子们 好的 你看我们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时间真的不要很多 每天有这么几分钟 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把它给记住 那么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了 哦,孩子们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